好 大家好 那個看見司法又來了 那上一次我們以前講 我們是要做台灣司法統計的資料視覺化 還要公開這樣子 那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大家非常重視的矯正機關和介護人力比這樣子 那介護人力和介護人力比是什麼 那其實介護人力你要知道的就是 介護人力他的簡單的定義就是說 矯正機關裡面的警備人力這樣子 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管理員和主任管理員這樣子 那當然還有什麼比較初等監獄官 沒有像科員之類 那他們都是我們所謂統稱的介護人力 那介護人力比是 他的定義就是一個警備人員要面對多少的收容人 那隨著矯正機關的科技化非常緩慢 所以我們的矯正機關都非常仰賴 人們的介護人員這樣子 那本身維持在矯正機關服役這樣子 那其實因為我們矯正機關就是兩個月前就發生了 受容人的毆打管理員的事件 然後再來就是三天前我又打了一次這樣子 而且剛好我也在現場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矯正機關的基層人力是面對非常危險的狀況 為什麼是因為我們現在需要管理的收容實在太多了 那人力不足的狀況下常常他們要非常瘋狂的加班 有超時工作的很大的問題 那因為警力還有醫療人員不足 所以介護人員常常也要充當看護人員的使用 所以我們需要去關心這介護人員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可能改變被打 可能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朋友的父親等等 所以我們都需要很注意這件事情 可是重點是這麼重要的資料 政府都沒有幫你算這樣子 他就是把他人類資料就是很公佈出來 可是他怎麼算他沒有告訴你 所以他評多一個新聞稿說 我們目前我的介護人力是1比12 可是你去政府找這些數據是沒有說的 所以我們只好自己算 那從法務部的統計年報 可以看到各機關他們的收容人有多少 那在從法務部的統計手冊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兩個不同的統計的手冊 但是法務部就這樣釋出 我們有主任管理員和管理員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收容人去除以主任管理員和管理員的數量 我們就可以得知一個初步的介護人力比的這樣子 可是我們還是與政府所釋出的這個介護人力比的資料 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還是很需要說 還是很需要政府可以開放說他們介護人力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依據 去把這些人力去涵刮的 那目前曉政機關他們在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兩個最主要的方向 一個是移監 把人埋違法人間所移到人比較少的間所 或者是增兒招募 不斷在招募新的管理員和主任管理員 對 再來就是釋放 當然最有爭議性的就是去釋放和減刑這些收容人 對 但是這對社會的衝擊非常大 那政府也不太敢貿然的去進行 好 那如何再找到看見司法的介護人力的視覺化數據呢 其實我剛剛 好 我在那個後期中心有公佈這樣子 那我希望大家來 按個讚或給信息 然後也需要有法律的人加入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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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